清朝灭亡时,仍见列强7.3亿两白银,这笔烂账,最终是如何解决的,大清的中后期因为腐败再加上闭关锁国的政策,此时的西方国家已经在开始积极的改革了,但是大清依旧活在自己的世界中,这就直接导致了鸦片战争,在鸦片战争之后,中国可以说是内忧外患,内部阶级之间的矛盾没有办法解决,外边西方列强虎视眈眈,使得中国开始出了外债, 外债越积越多,虽然期间清政府也在努力的偿还,但是在大清宣布覆灭的时候,还欠列强整整7.3亿两白银,这些外债,最后是怎样解决的呢?笑谈古今故事,闲话传奇生涯,欢迎订阅小斗之历史,第一笔外债,盛极必衰,无论是哪一个朝代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,大清开始衰败的时候,正是乾隆统治的末期, 在经历了康熙与雍正两位帝王的经历图治之后,整个大清达到了空前繁华的时刻,其实在乾隆登基的时候,就有着乾朝打下的好基础,再加上刚刚登基的乾隆,十分的勤勉盛世,就将这样到来了,前期的乾隆心怀雄心大志, 励志开阔江土,盛世之下的帝王大多都会懈怠,乾隆也不例外,从中期开始,乾隆就不再像之前一样的勤勉,节俭了,乾隆开始仗着国力鼎盛,开始贪图享受,挥金如土, 众所周知乾隆也是一位很会享受的帝王,在中叶后,他曾经六次下江南,这其中所用的费用,是今天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,国家安定之后,乾隆渐渐觉得自己的宫殿有一些普通了, 于是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宫殿,上行下校正是如此,乾隆都如此的奢靡,下面的臣子更甚,他们的钱财从何而来,只有从百姓的手中,但是这些事情乾隆大多都是不知道。 官官相护,贿赂等腐败的现象,在大清的官场中,层出不穷,尤其是在乾隆的晚年,浩大喜功,生活奢侈,为什么说,要是从乾隆年间大清开始腐败的,一个王朝的统治如何,百姓是最好的评价者,自乾隆中期开始,农民起义就开始了,最初的几次起义,对于清朝来说,也都是小打小闹,毕竟受死的骆驼比马大,清朝还是有家底的, 要是说影响最大的,就是1796年的白莲教起义了,这场起义近十年才被镇压,当然,清朝的付出也是巨大的,为了镇压这场起义,耗费了人力。 物力,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清政府开始在下坡路上越走越快,大多人都认为,鸦片战争的赔款是清政府的第一场外债,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之前,清政府就已经向英国借钱了,中国近代史的分界点, 就是鸦片战争,当然鸦片战争也是大清的一个转折点,鸦片战争除了赔款以外,战争的军费也是一笔巨大的输出,战争不可避免的失败了,失败之后就是赔款,记载的都是2100万元, 其实要是加上英国在中国抢掠的近3000万元,中国自身的军费也是一笔巨大的支出。 两者加在一起,大约有近7000万两,按照当时清政府的收入来看,这已经是大清一年的收入了,国家没钱怎么办,那只能是从百姓手中抢,增加税收, 但战争对于百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,百姓有哪里来的钱,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,这不太平天国运动开始了,朝廷当即就派人前往镇压,镇压说的容易, 这其中还是要钱,国库中的存盈开始越来越少,就在清朝将所有的重心都放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,第二次鸦片战争来了,即使是清朝顽强反抗, 但还是只有失败这一条路可以走,战败的赔款让本就贫困的清政府雪上加霜,在这值得一说的是,大清的国库在此时已经见底了, 之后为了维持前线的战争,清政府已经开始从外国借钱了,陷入泥潭,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没多久, 英法联军再一次发动战争,常言到强倒众人推,对于现在的清政府来说也是一样的, 眼见着清政府没有能力对抗他们,那个国家不想过来奋一杯羹,战败的结果不过就是割地赔款, 其实对当时的清政府来说,他们都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, 反正都已经欠了这么多的外债了,签订了这么多的条约了,即使再多又怎样呢? 当然这其中还有些像各个银行借款的,在甲午战争之前,清政府已经累积的债务已经超过50条了, 甲午战争北洋水势全军覆没,清政府再也没有能力与日本抗争了, 只有和谈签订条约这一条路可以走,在马关条约,中京政府一共要赔偿日本两一两白银, 当然最后给日本的不仅仅是这个两一两,其中还有我们赎回辽东半岛的钱, 即使是面对如此荒谬又离谱的事情。 清政府也只能是咬着牙刃下,毕竟落后就要挨打, 无能为力情况下只能听别人的,总的来说就是在战败后的中国一共也付给日本近两一六千两白银, 可以说当年日本为什么能够这么快的发展, 其原因就是因为当年清政府的赔偿款,不然按照日本的大小, 二战时期还不知道如何呢,薪酬条约, 可以说是彻底的压垮了清政府,让大清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,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, 在这不得不说的是,在经过之前的战争后, 慈禧可以说是彻底的惧怕上了西方。 几乎是连反抗都没有反抗,就直接签订了条约, 慈禧都同意议和了, 即使是下面的大臣们不同意,也没有神邀办法, 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, 别的条约都先不看, 单单是看赔款,一共要赔4.5亿两, 当时的大清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战争与赔款, 根本就没有办法长海得上, 艰难偿还,当然除了那高昂的赔款后, 还有让人不敢直视的利息, 自此清政府的外债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, 从鸦片战争开始计算, 单单是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有300多个。 上文只是说了其中几个赔款最多的, 在这一维还有不计其数的附加条约, 当然就像是上文所言的, 清政府的国库早就亏空了, 那么他之后的战争费用都是从何而来的呢? 当然这也都是外债, 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从国内借, 渐渐的国内已经负担不起了, 只能从国外借, 当然西方也不会这么友好的都借给你, 都是要付高昂的利息的, 根据不完全统计,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, 清政府一共欠了外债13亿左右, 在这期间, 即使是大清想尽一切办法偿还, 即使在清朝宣布灭亡的时候, 还欠着外国整整7.3亿两白银, 清朝倒台了, 但那些自己清晰的欠条并没有随风而逝, 1912年, 民国政府诞生, 面对前朝留下的沉重包袱, 北洋政府决定全盘接收清朝对外的债务, 为了筹措军费, 北洋政府效仿前朝, 以延税, 铁路利权等国家资产做抵押, 向英美等国举债, 可惜借薪还旧的做法并没有减轻财政压力, 反而陷入更深的债务泥潭, 与此同时, 北洋政府将清朝遗留的赔款压力转嫁到人民头上, 农民, 手工业者, 商人都背负起沉重的税负, 日子难以为继, 农村地主把税收转嫁到电农头上, 电农生活窘迫, 工人工资低微, 生活拮据, 商人要面对层出不穷的商税, 统税, 海关税等, 利润减少, 此外, 严价不断上涨, 也加重了普通老百姓的负担,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, 国际环境发生变化, 北洋政府的压力稍稍减轻, 战败国德国, 奥匈要求中国继续履行对其赔偿义务不存在的, 北洋政府果断拒负, 苏联为争取中国支持, 不仅暂停了赔款, 后来索性全部免除更戏剧性的事, 美国这位债主突然良心发现, 主动退还了虚报的赔款, 但退款只能用来派学生赴美留学, 后来才知道, 美国打的是文化输出的算盘, 在各国纷纷暂停或减免赔款的大背景下, 只有日本仍在与中国讨要钱财, 日本狡猾地利用中国的血汗钱整备军力, 接着就挥军侵华, 国民政府被迫停赴赔款, 日本的赖账行为才终于停止, 北洋政府在还债路上东拼西凑, 民国政府虽暂时松了口气, 但这口气也太短暂了, 无论政府如何还债, 庞大的外债始终是摆脱不了的梦魇, 中国百姓长期背负着沉重的苦难, 战火重燃, 这个滚烫的烂摊子将如何处理,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, 作为清朝的继承政权, 民国政府继承了清朝遗留下来的所有对外债务, 这些债务主要来源于鸦片战争, 到八国联军入侵期间, 清政府被迫签订的数百份不平等条约, 其中最主要的有,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, 清政府向英国赔款白银2100万辆,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, 北京条约, 清政府又向英法等国赔款白银超过3000万辆, 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, 清政府向日本赔偿白银两一两, 以及八国联军清华后强加的薪酬条约, 开出了高达4.5亿两白银的天文数字赔款, 北洋政府时期, 虽然暂时减轻了部分压力, 但总体上清朝遗留的外债依然沉重,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, 面对的外债情况也没什么实质性改变, 管一战期间, 英、美、法等国减免了部分债务, 但对日本的赔款始终在持续支付, 日本长期利用从中国获取的巨额战争赔款发展军工业, 已被东方扩张之需, 1931年918事变后, 日军大举侵华,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 国民政府被迫停止向日本支付任何赔款, 但是, 停付赔款并没有阻止日本的野蛮侵略, 八年抗战期间, 中国军民付出了超过3500万人命的惨重代价, 日军占领中国大片领土, 中华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,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, 中国人民才重建光明,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, 中国先后经历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, 一直试图减轻和摆脱清朝遗留的外债问题, 但由于国力的衰落和日本的蓄意侵略, 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, 外债问题的解决, 事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大忌, 只有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, 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, 中华民族才能完全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, 这是新中国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, 纵观近代历史, 中国人民在西方列强的凌辱和掠夺下饱受欺凌, 历代政府也背负着千军巨债, 1949年,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, 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, 面对几代人没能解决的清朝遗留外债问题,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了断然的措施, 根据国际法中的恶债不偿原则, 新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和支付清朝留下的各项不平等条约, 及其中包含的赔款内容, 这些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赔款, 被认定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战争的产物, 不具有法律效力, 同时, 新中国政府宣布, 清朝与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, 从此全部失效, 包括关于赔款, 割地等内容在内的不平等条约, 不再具有任何约束力, 新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, 标志着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屈辱状态, 这一历史性的决定, 直接切断了帝国主义列强, 试图继续向中国索要救债的可能, 在新中国成立一时, 中国就正式宣布对曾经的屈辱历史, 画上了句号, 作为主权独立的国家, 中国终于可以自主掌控自己的命运, 可以说, 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转折,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 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, 终于站起来了, 就中国沉重的历史包袱得以卸下,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,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, 今天,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, 会更加认识到, 只有一个独立自主, 富强繁荣的新中国, 才能防止过去的屈辱遭遇重演, 才能保障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, 我们将牢记历史, 不忘国耻, 以史为鉴, 续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力史诗,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,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